在巴黎你隨時可以看到 保留歷史文化的建築 我很喜歡騎著車到處看 因為怎麼拍都好看 但是MV就要有創意 當我去了沙瑪麗湯百貨 我發現這個傳奇的百貨 你看它建築縫貌融合的 現代與過去 經典與時尚 我心想如果在這個巴黎的新地標 拍攝這支MV那就太酷了 然後我看了一些舊照片 當時很多人圍在樓梯邊上看表演 我就在想 如果把一台老鋼琴 放在沙瑪麗湯的底下 然後我在那邊演奏 就這樣穿梭時空回到過去 這樣不是很酷嗎 當我聽到這首歌 其實很興奮 因為我感覺到有些類似的 有些類似的歌曲 其實Jay是一種藝術家 他在很多項目的想法 從一個創作者 唱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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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不同的觀點 很棒 能夠跟他一起工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拍攝的這個影片是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講究 考究 首先第一個遇到的藝術家就是雷內瑪格麗婷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我的幽默 就是他原本好像是要畫小丑的筆子 是我把它變成蘋果的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魔術嘛 所以裡面結合了很多魔術 I was utterly impressed by the creativity and fun facts that's using the music video because a lot of it is based of true magician history Cups and balls is known as the foundation of magic in our industry Magicians make balls appear and disappear, turning them into fruits and Jay's idea of fusing that into a logical plot taking the clown nose, turning them into an apple actually makes you think whether or not that was a possible intention of Margaret when the art piece was created 然後再來遇到的一樣都是超現實主義的大力 那個翹舞子之所以翹 會不會是因為我去幫他點驗 然後就變得更翹了 Jay's choice of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which is known as the melting clock it's just perfect for this because the art piece is about space and time and that's exactly what this music video is In the music video, Jay performed spoon bending almost like the spoon is melting to influence and inspire Deli's melting clock creations Deli is a non-cheese lover and some said his inspiration comes from melting cheese 接下來遇到的就是多彩度一個長玉 也會拉小提琴 那也有很多人說他跟Matisse很像 這些藝術家在藝術沙龍時期 然後大家碰在一起 玩在一起聚在一起 在大茅屋大家一起作畫啊 一起創作啊 其實在那個年代呢 我覺得藝術家會互相影響 這是非常的正常的 慢慢懂我幽默的朋友就會發現 長玉當時只是要畫青花盆的那個職業 這是我幫他變出的花朵 你去看他以前的作品 他以前這種方形盆都會配菊花菊朵 重點來喔 有一張是非常多的花種 結合在一個盆栽裡面 然後色彩非常的繽紛 如同夢境般 那是不是因為遇到了嗎 接下來碰到的就是墨內 因為本身在法國待了一段時間 所以也去了墨內的花園 去感受他當時作畫的環境 然後就去想像 哇當時他就是站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回到過去遇到墨內 你會叫他做什麼 摘一朵碎蓮給你嗎 還是畫一張碎蓮給你 但是要他畫一張你的自畫像啊 這故事呢就是請他來畫自畫像 後來他看到我家的壁紙 欸?有碎蓮了 所以呢他才開始畫碎蓮 我覺得是蠻幽默的 如果你有看過我們的電視劇 J-Style Trip 你會發現所有的魔法 在音樂影片裡 都會看到的 都是我們每天見到的 妙子 都會讓我們每天見到的 蒙帕那是圓庭咖啡呢 之前是在1920年代 很多的藝術家聚集地 大家會去那邊喝咖啡啊 會聚在那邊啊 那我也聽說 因為常常住在蒙帆那是 所以他有回去圓庭 那你覺得他跟徐志謀 難道不會在那喝一杯嗎 那你們想像一下 當時戰爭的年代 文人雅思聚在一起 會不會就這樣隨手 我幫你畫一下 我幫你畫一下 常有那種隨性 你在他那種油畫的筆觸 可以看出他那種藏鏡 他那水彩你可以看到他的雅氣 就像後面這支 宇宙大腿 就是這樣來的 徐志謀筆下的宇宙大腿 我想說在歌詞裡面 就把它變成 浪蕩是世俗化作裡 最優雅不拘的水墨 花都的雙腿 來囉 花都的雙腿 是在宇宙筆下的音樂 這不知道怎麼翻譯啊 誰可以幫我翻譯一下 整部戲好玩的地方 就是音樂結合的魔術 我穿越了時空 是否改變了這些大師的作品 給他們靈感 然後穿越時空 把大師的畫給帶回來了 就在這裡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到鬥琴 這段有沒有下風 朗朗的出現 是不是非常驚喜呢 在劇情裡面呢 我非常好奇的就是 跟我鬥琴的這位音樂大師 到底是誰呢 而且長遠還畫他 還把畫送給他 然後回到現實 我又遇到了他 他到底是跟我一樣 從未來回到過去的人 還是是以前的音樂大師 來到了未來 不管怎樣 這個作品有瑞阿朗朗 這些厲害的音樂人加入 還有歌詞提到的 這些偉大的藝術家 對我來說 他就是最偉大的作品 全都會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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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的电影